大家好, 欢迎又来到我们《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频道 首先, 这里有我们纽西兰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和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除了来到大台《芒向编辑部》 另外还可以去《二台正向部》和《三台沙冷器》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大家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孟晚舟事件是钦生在位时, 中美加之间的一个外交的转捩点 挑起的事情, 令到加拿大和中国有不错的温度去到冰点 不用说, 大家都知道 然后, 当侵生下来之后, 拜登上来不久 整件事就立刻放了孟晚舟女士 最新近孟晚舟女士, 都是出发的 有关于华为接叠机的发布会 他去了看刘德华的发布会 去看他的表演, 去撑场 这是他最新近走出来, 见到的消息 但当他一出来, 另外有些人又要出来 有你出来争热度 你出来, 我都出一出 到底是谁呢? 这么大仇口呢? 就是当时和这个孟晚舟事件那时 因为加拿大拘禁了孟晚舟女士 于是中国政府就找出两个间谍出来 他就逐出来 就是所谓康 其实又不是这么对的 我相信有一件事叫方长先就钓大鱼 就一直都知道你们两个人是间谍的 不用说的 平时又看见你没什么大作恶 一眼开一眼闭, 你就出来 好了, 捉了这两个间谍 所谓康明海和施帕佛的事件 叫做两米糕 简称两米糕 因为这两个名字都是米糕的事件 现在出来说话的人 就是其中一个叫康明海先生 昨天在我们这里的CBC 他就出来说回他 我被拘禁的一千日 那个日子 这样说 我们现在首先说一下 他说了什么 其实他等于没有说 他说了什么 为何要再分析一下 为何他要争热度 这样说 好, 一定很惨 他说到自己 中国如何被拘禁 又不能跟别人说话 一定是说回类似的事情 是 其实他不是这样说 他有什么好说 做间谍被人捉到有什么说 他一定不会说 哎呀, 中国监狱 好吃好住 床睡得舒服 一定不会说这些 一定是有多坏 说到多坏 你不用说 你这个人是间谍 难道真的被据据扒吗 大佬 加拿大3A牛扒 给你什么 没有 哈哈哈哈 让你识识吧 是的 好了, 他首先说 对加拿大的记者说 好了, 我现在要说回我一千日的日子 首先在2018年 我在北京 和我刚刚有两个月新纪的太太 吃完晚餐回家 突然有一批黑衣人走过来 这么说 黑衣人 嘩, 很厉害 为什么会是黑衣人 我很奇怪 不过他说到是黑衣人 就是黑衣人 一堆黑衣人 每个人拿着摄影机 穿的衣服 没有一样 没有标记 没有徽章 什么都没有 他就围着我 用中文来说 就是他了 然后有一个女士 拿着一张纸 去看一看 但是他读都没有读 读不到 然后读完之后 显然是一张中文的逮捕令 于是捉了他 搶了他的手机 令我没办法打电话 就夾了我上车 夾他上车之后 就进了一架黑色的SUV 偷到后座 中国的武警本身的制服是黑色的 他说黑衣人的说法 第二 他的逮捕令 当然是写中文的 难道是写英文吗 他自己也是看中文的 对 然后用眼罩蒙着他的臉 还用手够敲着他的手 很正常 你拘捕一个人 把头罩套起来 都是保障他的私人 对不对 对 不要蒙 之后他这里说的东西 我觉得有点奇怪 他说 当我被人捉住的时候 记住他说 黑布蒙头 对不对 他说 我低头看见到自己的手表 原来握了45分钟 然后他感觉到 我们向右转再向右转 我计算出 我是在北京南部某个地方行走 这样说 这句说话有什么问题 首先 他说他的头是被人抓住 你向下看也看不到 我想有些那位 有些那位也看得到 可能 可能是 但是他这里说 令我想起 有一套电影 叫做 Ticken 即是 救心 96小时 即是 很久以前 那个阿爸 走去 美国阿爸 特工走了 去欧洲 救回自己的女儿 那套东西的续集 续集也是这样的 那个阿爸 被人蒙了头 然后计算 我几多分钟去到哪里 转左转右 他说到自己好像是这样 挺厉害的 专业的间谍 是的 其实他这里最重要的是 原来他真的是一个专业的间谍 否则他怎么会计算到呢 那倒是 那没多久的车 走了45分钟 终于停下来 他听到轮胎展碎石的声 大门打开和狗肺声 之后就被人拉出车 带入地下停车场 就是进了地牢办公室 然后转一声 就像电工那样 就困在逼公室那里 坐在一个很难 很不舒服的椅子上 然后就看到对面 有一个戴着口口眼镜的 中国老人 老人 我认为是当地的主管领导级的人物 当然是 然后他问我做了什么 对方就说 你是涉嫌危害中国国家的安全 将要接受审讯 他说完之后 就被人带了去牢房 就说 那个牢房就有一个磁力锁 电子牢房锁 然后将近六个月 他就单独困在那里 那间房间上面有一盏灯 那盏灯就长期着 等他睡不到 这么说 然后这六个月 永远就是每天六点到夜晚九点 无止境的审讯 单独囚感 他就说 并没有受到肉体上的伤害 但精神的压力就很大 他例牌是这样说的 难道被人认训时 还说 有按摩床给你睡吗 当然是说被人欺凌 折磨 要逼我们 乞求原谅 坦白道歉 然后又搬 联合国的标准 单独囚禁不超过15天 过了这个时间 就是违法 我现在都被人折磨了6个月 他被拘留后第四天 他首次是12月14日 12月10日被人捉住 四天之后 首次跟加拿大的外交大使见面 然后就说 他向大使说 中国对他 是违反了国际法 然后在吵架 到最后 他审讯期间 每一次 好像电影那里 我们看中国的电视剧 他都会被人绑住在椅子上 然后审讯他 之后他每一天在做什么呢 如何维持自己呢 就说 在牢房里做瑜伽 走来走去 冥想 还有去学一下中文 他说到这么说 他说 我用字展试学中文 到最后放出来 他说 最好是见回自己的女儿 因为当他放出来的时候 他的女儿已经两岁半 跟女儿一起就很好了 这是大致他所说的 然后他就说 最重要的一句 现在加拿大政府 基本上 并没有做好准备 美国政府 也没有为孟晚舟女士 所带来的反逝做好准备 他们花了很长时间 才想到如何做 他们最后找到一个正确的道路 他们派出了很多真正合格 有能力干净十足的人员 来帮助我 令我走出来 所以我并不会指责他们 所做的努力 那他想指责什么呢? 其实又 然后他拿了一些照片 那些东西出来 告诉他 我和女儿多开心 这是大致上说的事情 其实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首先我们说一下 他和他的背景 这两个是康明海和施伯佛 双方的背景是什么呢? 我们先说一下施伯佛 施伯佛 就是当时一个叫做 长白山文化交流中心的主任 主要是促进朝鲜 即北韩的投资旅游 他促成了几年前 有一个NBA球星 Dennis Rockman 这个狂人 和金正恩和金将军会面 并且曾经在平壤做过 加拿大非政府 NGO教师 以及在吉林省 开学校教英文 并且曾经受邀请 观摩过北韩的阅兵仪式 所以他在里面也挺有地位 这位叫施伯佛 即是刚才我们说 接受访问的东西的拍档 这件事里 这个施伯佛 应该没有什么 我说是没有什么 他是一个以商人身份 进入北韩 好了 我们说一下 现在接受访问 这位康明海的背景 他是加拿大的前外教官 属于地缘政治分析师 就在国际危机研究中心工作 他说他是非政府组织 外围组织工作 他为非政府组织工作之前 他在加拿大的外交部做了十年 所以如果说他拍档的施伯佛比 他是比较近一些政府的东西 所以他如果说像间谍 康明海就像施伯佛 为什么要这样比较这两个人呢 因为在上一年 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当他们被放回来 在2021年的9月25日 这两位哥哥被放回来 过了两年之后 2023年的11月 突然间作为商人的施伯佛 柏台就在这要控告 就说 因为康明海的情报工作失误 令到两个人在中国被捕 康明海就是 刚才我说 受到这个访问那位 律师立刻说 他的指控毫无根据 两个人扯完大龙逢之后 加拿大政府立刻给了300万他 就说 听爱和解 不要再霸王了 麻烦 两位 这样吗? 真是样子 会出现这些霸王 肯定是跟钱有关 是吧? 不是 问题就是 到底是什么 令到他 究竟他说他会霸王爆些什么 就是说 有一个说法 就是避免因为 这个施伯佛在这里 诉讼 就是说 康明海 康明海情报工作失误 这件事 令到外界关注政府 有一个叫做 安全报告 国际安全报告 项目 就是说 两个人 是为这个 项目做事 所谓 国际安全报告 叫国际安全报告 项目做事 如果一爆锅 肯定是间谍项目 是不是 有什么国家安全 要去到另一个国家 来到进行才行 所以没有拉错他 肯定是间谍工作 肯定是间谍工作 就是为了避免 这个施伯佛的官司爆锅 所以就 被盖了他 哦 就给了三百万 但是这个施伯佛 最后挖的律师很厉害 在2024年的3月 即是 四个月后 这份官司爆了 收了三百万 掩口费不够 还要继续下去 最后就拗碰了 有七百万家园的和解险 哇 真是和备 豬龙入水 我说到这里 如果当你是康明海 你会怎么想呢 我和他一起囚了一千日 你这样的施伯佛 竟然可以拿到七百五万 我就 我就只有三百万 当然这套戏不上 大家都要三百万 大家七百万 这样才是公平的 大家都要这么久 还有 或多或少 是给另一个人类的 一个是商人 一个是地缘政治专家 即是间谍 但那位商人可能是 盲中中被人拉到水 所以 大家应该要赔的 至少大家都一样 那当然 而现在经济不好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现在就出来说两句 没什么 如果不是很好的收了钱 那为什么要出来说 还是他想在另一份工 找些东西出来呢 即是说 喂 给我一份工 经历了这么久 我出山了 还是想做些什么 如果不是 可能要出书 都可以 我就是中国一千日的日子 很糟糕了 有一段时间 作到天花龙逢 任你作 现在还好 找人作 找人帮忙作 合作一下 寫到鬼那么恐怖 加牛添醋 这些东西 尤其是现在 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 这么差 是不是 一定是大卖的 出书 要不就做中美分析 因为他是什么 中家分析师 那些东西 本身是什么 地缘政治分析师 怎样都是有些东西 如果不是 为什么会出来说 这件事 老实说 说这么多东西 都是为你多 不过一次间谍的事件 后来被人拘捕了 已经够样子了 还要没完没了 我认为 加拿大政府处理这些事件 真是很差 很肥溜溜的 那不行的 你自己的人 自己派过去的间谍 现在碎了 爆了 不过都已经完了 这件事 是否应该要好好地 埋尾呢 让他们两个人 不要再继续在外面 说这么多话 那才是 但不是嘛 是不是 加拿大政府 本身 加拿大政府自己都临练 你看 这个道友多 都是说他道友多 很有趣 他被人拾大马 对了 现在道路多 他的支持度又这么低 对了 乘机插他两刀 对 那怎么也好 我看看我们这个估计 会不会是对 可能迟下就会说 康明海有输出 那也没办法 那也没办法 不过 他说了 说中国政府 不人道 对他不人道 等等 又说违反国际法 说这些东西 你看看美国政府 淋抬过他十倍 最惨的就是 他没有说到 有什么不人道 你说黑衣人 逮捕他 中国的武警 制服是黑色的 还有逮捕的时候 脱他头套 这是保障他私狠的 那有什么问题呢 住那里有没有 吃的方面 是不是有怠慢 他又不是 看他还是 胖胖白白的 虽然是蹲了很久 他说到差不多 那些人减他餐 喂 都是那句 你是监仓 是监仓 是的 是这样的 谁叫你做间谍 不会吃饱的 全世界所有监狱 都是不会给犯人吃饱的 是有这样的政策 你吃饱 那你就不用做事了 或者是 躺在那里 常常睡觉 或者 可能是有其他的想法 都未定了 如果你吃太饱的话 就是了 这些 其实他是没有什么说的 说来说去 就是说 我那一千日在里面被人欺负 但是其实人家没有欺负 不过他说了 就说了 那我们看看 放长双眼底下 之后会有什么 否则不会无厉害 也会带出头 那就好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